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英雄一一出列 精彩内容尽在巴哈姆特电玩风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巴哈姆特电玩风 我是康妮 今天啊电玩风带大家来到松山文创园区 现在呢在这边展示的真实积木梦光长展 你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栋101大楼 哇有没有很厉害哦 它全部都是由积木拼出来的 那这次的作品呢 则是由积木认证大师南森萨娃亚所创作的 积木认证大师是什么意思呢 嗯告诉你非常的厉害 因为全球只有11个人得到这样的认证 代表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的作品 不再只是小朋友手上的热高玩具咯 而是更具有艺术性 以及更深远的含义 那这些展出的作品里面呢 有大件有小件有平面也有立体的 其实Method的作品呢 有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他很喜欢用纯色的积木来创作 像我身后呢就是他非常有名的作品之一 你可以看到像是纯红色啊 纯黄色跟纯蓝色 那中间为什么那个黄色的积木人 要这样子哇把自己的身体打开 然后让内脏流出来呢 其实啊 Nathan想要表达的就是 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敞开心胸无所畏惧 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啊 那先来看看 本周有哪些已经上市的新游戏 等一下再带大家去看更有趣的作品 请看新游戏报道 认得这美式漫画风格的美术设计吗 制作Shank 系列的原版人马 再度以便宜又大碗 高品质的2D横向卷轴动作冒险游戏 进军RK市场 只是啊 这回Mark of the Ninja 走的风格和之前的Shank 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玩家不再是像蓝坡一样的一头栽进战场 把所有会动的东西都画个几刀 再打满弹孔就行了 这次啊 要扮演的是与黑夜化为一体的忍者 以刺杀和潜行来深入敌阵 在漆黑的场景里 一切的声响光源动静都会被表现出来 所以啊 要尽可能的藏身与黑暗中 利用各式掩蔽屋来躲藏 并且找到绕过敌人或是排除的方法 就好比《乾隆》电影的蛇属一样 如果把敌人宰了 可是要记得把尸体脱去藏起来 免得被敌人发现倒下的伙伴 可是会触发警戒的喔 随着游戏的进展 玩家可以透过累计分数 达成特定任务条件等方式 来解锁新的道具服装和技能 好比说开锁速度加快 或是从高处能够直接落下来安静的处决敌人 你说是不是很好用呢 动到哪儿仔细观察地形 再加上活用各式道具和技巧 化身为神出鬼没的忍者去完成实命吧 传统风格的武侠动作游戏《风卷残云》 有着轻松好上手的游戏体验 操作简单到不行 随便按都可以放出华丽又帅气的连章 不过虽然这样说 但你也得要抓准时机看好提示 使出连打飞踢闪避的身法 或者是使用绝招来先发戒人才过得去喔 随着主角罗靖一路过关斩将 记得用捡到的银两购买新的招式或是装备 甚至还会得到在战场上叫出小弟 来加入战局的能力喔 这样轻松有趣的游戏 如果能够跟朋友一起打一定很嗨吧 《风卷残云》有标准的合作过关模式 以及对战模式 让你能够跟好朋友一起同乐 一同踏破武林 想怀旧或是偏好轻松玩的玩家 不妨考虑看看喔 鼎鼎大名的游戏闯商GameFreak 最近少见的推出了神奇宝贝系列之外的新作品 这款3DS下载专用的游戏 节奏猎人和声骑士 不是他们拿手的RPG游戏 而是一款充满了趣味的音乐游戏 一起来看看有多好玩吧 现在画面上这位跑个不停的男孩子 就是我们的主角节奏君啦 他可是手拿传说之杖 身负拯救世界的重大责任喔 本作的玩法结合了动作和音乐游戏 大家必须要配合音乐的节奏 来攻击敌人或是跳过障碍物 一路上要收集到足够的音符才能过关 就算你的节奏感比较不好 单靠反应把它当个动作游戏来玩 也是没有问题的喔 如果你资源技术够好 游戏里还有加速模式可以挑战 让你自己试试看手速的极限在哪里 既然是GameFreak的作品 那么神奇宝贝当然不免俗的也要来插上一角啰 除了各种风格的原创曲之外 本作也收录了许多神奇宝贝中 筷智人口的音乐喔 在每大关的最后 还有超级刺激的魔王战在等着大家 赶快系好魔王攻击的节奏 来个绝地大反攻 把他们通通打个落花流水吧 唱了利霸王加上假面骑士 还有钢弹 这样的组合会被让老玩家想起 超级任天堂时代的一款动作过关游戏呢 事隔多年继承英雄战绩精神的续篇终于登场 新游戏《失落英雄》的故事 就是叙述三种不同次元的英雄们 迷失在一个被邪恶统治的世界之中 他们得要一同对抗邪恶拯救世界 游戏里一共收录了三个系列共15名的英雄角色 不同系列的英雄有着不同的属性类型 像是《叉人力霸王》的英雄 在各种属性上都是高人一等 不过却有能量上的限制 而钢弹系列虽然有强大的间接攻击 不过皮薄血又少 很容易因为连续受到攻击而倒下 至于《假面骑士》系列 则是各项能力都很平均 算是队伍中一股稳定的力量 在《迷宫冒险》时是采用传统3D迷宫的方式来移动 方向感不好的玩家别担心老是迷路 只要看着右上角的小地图 就不用怕搞不清楚方向啰 而游戏中除了各部作品间交错有趣的剧情之外 最精彩的就是当每位英雄在施展招式的时候 所有的绝招都会透过帅气的动画来表现 看着喜爱的角色使出成名绝招的时候 你心中是不是跟我一样感到热血沸腾呢 为什么Netflix可以拿到积木认证大师这样子的头衔呢 当然是有他的原因啦 因为呢我们平常看积木就这样方方的一块 可是到了Netflix的手上 他就可以把它变成圆鼓形 甚至是塑造出各种曲线 而且啊他在做人体动态的时候 这种韵律感然后还有肌肉的线条 都做得非常的深度 而他在做一只手掌的时候 上面的指纹跟掌纹也都刻画得非常的细腻哦 而在做人的表情的时候 不但神韵抓到了 甚至连睫毛这样子的细节也都有注意到哦 而且他的作品里面呢 不时出现他所喜爱的人事物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运用积木来表达他的情感 所谓鬼斧神功出神入化来形容 真的是一点也不为过 那本周有哪些未上市的游戏情报呢 请看Hunket预报 新海争霸2最新增造片《重途之星》 在上个礼拜展开了多人模式的测试活动 除了增加许多新单位之外 这里一些旧单位也都有很大的变动哦 首先就是大幅强化机械化部队的人类 这个类似围巾战机会变形的单位 就是从原来的恶狼所演化而成的 原本直线的攻击方式也改成了扇形的范围 可以更有效地对付大量的轻型兵种 而这个新单位战犬 特殊的飞弹攻击 能够对敌人的机械单位造成大量的伤害 是反制机械部队的强力武器 不过最有趣的还是这个会埋伏在地底的寡妇鬼雷啦 只要对方一碰到可是马上会爆炸的哦 而且让附近的单位都受到伤害 至于神族则是以新增魔法单位为主 像是拥有许多特殊功能的母剑核心 可以协助攻击或是帮忙回复法力 而且还可以升级为强大的圣母剑哦 而这个限制剑 不但可以偷看敌方的剑竹 或是让隐形的单位献出原型 还能够在对手的矿区上丢出防护罩 不让他挖矿是不是很有趣呢 既然是虫族之星 这次虫族的改变也是非常大的哦 看看这个奇怪的百生兽 虽然本身不具备攻击能力 不过一旦躲进地底 就会不断的放出小虫子来攻击 对于压制对手可是非常有用的哦 再来就是飞马 他最有趣的技能就是可以把其他单位 一口气给拉过来杀他个侧手不及 至于虫族的终极单位雷兽也不再只是吉祥物了 地下冲锋的能力可以把敌人全部撞飞 让他们的阵脚搭乱哦 看到这些新单位 玩家是不是开始在脑海里演练新的战术了呢 距离虫族之星真正推出的时间还有好一阵子 而Blizzard也一定还会持续调整各兵种的强弱 喜欢《星海争霸2》的玩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哦 想要体验战况级别的一级方程式赛事吗 获得官方授权的F1-2012即将在月底正式推出哦 要是玩家不熟悉F1的操控方式也没关系 透过车手训练模式 就可以学习到各种赛道上的必要知识 像是F1赛车的行车线路大多需要由道路外侧转入入弯顶点 再出弯的圆弧状跑法才能够以最高的时速过弯 而去年在F1上的全新设备也在今年加以沿用 像是DRS可调节尾翼系统可以在特定区段上将尾翼调节平放加快车辆的加速度 PERS 动能回复系统则能够将刹车的热能转换为额外的80匹马力 只要按下按键就可以马上使用 有了这两个设备就能够为比赛增加更多的超车画面咯 而细腻的车体损坏系统更是让人激赏 赛车撞击之后板金所留下的污渍、伤痕或是轮胎粘上碎时 造成抓地力不足而打滑的物理特性都会完整的呈现咯 F1 2012 收录了今年赛季中所有的赛道 玩家可以选择赛道独自比赛或是享受一整年的全球巡回赛 更可以在网路上跟全球玩家竞赛或是找朋友组队 共创F1 2012 年度车队冠军的殊荣喔 搶做完透透 铁拳TT2 双人搭档的强攻 交替混战的热闹格斗祭典 看完了有关于人的部分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关动物跟一些有趣的作品 丹丹丹丹丹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什么 哇 好大 好大的一只恐龙啊 很漂亮对不对 而且做得很逼真喔 那这只恐龙呢也是这一次展览里面最大的一件作品 它总共使用了8020片的积木来拼成的 很漂亮对不对 那这里呢 这一区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非常具有童趣的作品 像是小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乱混种画画的时候对不对 那这里呢 Nathan也有使用就是把长颈鹿跟老虎两个拼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动物 那这里也会看到像是小时候常常会使用到的铅笔 哇 好巨大的铅笔喔 那铅笔在这次展览里面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作品 还有什么呢 电脑 电脑里面伸出一只手 是不是像在说 诶 科技已经开始控制我们的生活了 或者是说 电动 它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呢 很有趣对不对 那这一句的作品呢 不但大人看得懂小孩子看了呢 也会觉得非常有趣喔 那等真的是一个非常感性又可爱的人 来看看本周的强作完透透 先在大型机台上登场的铁拳TT2 经历一年的等待 游戏终于完整的移植到家用主机上了 本作也是自1999年发售Tag系列的第一代后 累积十多年开发经验再次登场的新作 铁拳TT2 生路了史上最多 超过50名以上的角色可以使用 与传统系列作一到六代最大的不同点 就在于Tag系列是以双人组队的方式进行对战 玩家可以自由从中选择两个角色 看是要组个安娜妮娜的火辣姐妹队 把充满父子情仇的三岛家任意配对 或是封天人和林小雨的情侣打 通通都OK喔 双人组队的系统与单打独斗时 比起来当然要多些变化囉 玩家操纵主角时 在连段途中可以叫出副角 疫情连段还可以对手一番 一口气的大爆血爽快感 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不过反过来被连段的时候 就会有一股想摔摇感的冲动了 换人的时机除了在连段途中 还有在联手摔人之后换手 当然伙伴也能够在你倒地危机时跳出来 阻挡对手继续攻击 换人系统有许多的要点要牢牢掌握住 才能够玩出Tag系列的精髓 觉得换人麻烦 借不住双人繁杂连段指令的玩家也不用担心 这代可以跟传统做一样 只操作一个角色来玩 而在一打二不利的状况下 角色的血量以及破坏力也会做调整 例如用保罗来一挑二的情况下 被他的崩拳打到 一次可是会损掉半条血的喔 对于初次接触铁拳的新手玩家来说 是不错的选择喔 除此之外 如果有四个人想要一起玩 当然也是可以的喔 TT2能够四个人各操作一个角色 享受二对二 大伙一起大乱动的默契 在线上对战时 更能够借此讨厌彼此的默契啦 游戏中获得的格斗货币 Fight Money 则是用来购买各种道具的 从身上穿的衣服鞋子 到打中对手时产生的撞身字 都能够自行设定 努力创造出自我风格的角色吧 其中装备特定的道具时 还能够施展奇特的特殊招式喔 这一次铁拳TT2 同样也与大幕为人 揭穿亮二 朱古木美 四田客野等等众多知名画家 设计师合作 收录他们所设计的特殊服装 以及角色面板 铁拳TT2 是集合了许多丰富要素 所构成的黏度格斗大作 热爱3D格斗游戏的玩家 绝对不可以错过喔 特别企划英雄联盟 使用绿排行榜 五对五大混战 人气英雄一一出列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画面 马上就会联想到 金刚合体 哈哈 其实不是啦 这个作品呢 想要讲的就是 进阶人生 所谓成功在自己里面 贫穷自己内心的渴望 追寻自己想要的梦想 不要害怕 那这一次呢 主办单位 是非常用心的设计了灯光 然后呢 灯光打在作品上面 呈现出来的光影效果 不但呢 为作品更加分 而且还为作品 带来更深层的意义 那这一次呢 Nathan来到台北 所以也在作品里面 加入了台北的元素 像是刚刚一开始呢 我们就有看到的台北101大楼 真的是非常的忧心 那这次的展览 直到10月中 所以呢 有兴趣来看展览的朋友 千万把握机会哦 而且告诉你 绝对不会后悔 马上来看看 本周的特别企划 超人气DOTA游戏 英雄联盟 在台湾推出 已经满一年咯 在这个新游戏 来来去去的时代里 能够维持 高人气而不坠 除了游戏本身好玩之外 平均两个礼拜 就有西面孔登场 到目前已经突破上百位的英雄们 当然也有很大的功劳啦 今天电玩风特地 从官方的统计资料中 整理了使用率前10名的超人气角色 大家一起来看看 你喜欢的英雄 有没有进入这个排行榜吧 首先要来看的就是第10名的拉克斯 军事家族 出生的他 从小就有过人的光 魔法天赋 甚至只要他所看过的魔法 就能够加以重现 虽然他在立马西亚军队 获得非凡的成就 但他还是渴望跟随他的哥哥戴伦 加入英雄联盟 成为人民心中永恒的光芒 拉克斯在刚推出的时候 就因为拥有拉拉队的外表 连武器也像是拉拉队的指挥棒 而吸引不少玩家的注意 而实际使用起来 就会发现 他不仅外表淘洗 攻击距离也相当的远 还有能够远距离定身的技能 不管是作为主力的魔法攻击 或是辅助型角色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喔 第九名的崔斯塔纳 从小就是一个射击天才 而长大之后 他也凭着自己的努力 加入了麦格林突击队 并且穿上了梦寐以求的 麦格林突击队 迷彩服 是一个擅长远程攻击的英雄 不过为什么崔斯塔纳 会有这么高的使用率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它是游戏当初在推出的时候 官方在活动中也被赠送的英雄 这种后康玩家们当然不会轻易错过咯 不过要是本身没有两把刷子的话 那一样是会被玩家们给遗忘咯 垂斯塔纳拥有最远程射击的普通攻击 再加上提高速速的主动剂 让它可以安全地躲在后方输出 真的好用 当初有领导它的玩家真的是赚到咯 从小就是孤儿的达瑞斯和弟弟达瑞文 为了双臣而加入军队 并且成长为具有强悍力量的士兵 再一次军事政变 顺领残军取得漂亮的秘转胜之后 充满霸气的达瑞斯 也累积了更强大的力量 但最后他却出乎意料地选择跟随捷利科斯温 希望借由他的领导 让诺克萨斯征服世界 看许多前辈相比 第八名的达瑞斯绝对是一个后起之胜 不过强大的攻击能力 让他一下子就成了热门角色 由于他的技能范围相当大 再加上会叠加流血效果 在上路时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尤其是当他使用大绝招杀死一名角色的话 就会立刻刷新冷却时间 只要时机算得准的话 连续使用灌篮也都是有可能的哟 获得第七名的就是帅气的范啦 身为贵族子女 但他却有着悲惨的童年 侥幸逃过一劫的范 决心成为暗猎猎人 专门猎杀那些练习黑魔法的人 直到他发现在英雄联盟里有不少人在钻研黑魔法 于是他决定加入英雄联盟来执行秘密任务 戴着眼镜的范帅气的形象吸引了不少玩家的兴趣 而其中还有个类似大明星Lady Dada的造型 更是增加了不少话题 虽然他的生命力非常的低 你不小心被敌人接近的话 不用再两下就会被打倒 但在这背后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那就是他超乎常人的超高攻击力 只要注意好距离 他就会是敌方玩家的噩梦 所以也获得了许多玩家的青睐咯 来自和平 幻神大帝的莫菲特是我们的第六名 他因为一股神奇的力量而被偷往浮温大帝 感受到这里的斗争与毁灭 莫菲特成为联盟的英雄 希望拯救这个世界 不过在长期的战斗并接触到人性的黑暗面之后 莫菲特原本纯洁的心灵也慢慢的产生了变化 莫菲特算是一个很好上手的英雄 天生有护盾的保护 在对战的时候有很大的优势 再加上他的Q技地震碎片击中敌人之后 可以帮自己加速 同时缓速敌人 不管是追击或是逃命都很有用喔 至于他的大绝招可以冲撞大范围的敌人 将他们全都抛上天 作为开战技能来说相当的优秀 出入英雄联盟的新手玩家们 可以考虑用他来多练习喔 根据之前官方统计 每分钟死了108次 一天要死个155,000次的提摩 当然也是榜上有名啦 虽然有着可爱的外表 但提摩可是 是约德尔族里最危险最顶尖的特务 而和他一样 是班德尔特殊部队的崔斯塔娜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也让人闻到一股八卦的味道 第五名的提摩 可以说是英雄联盟中最吸引女性玩家的角色之一 可爱的外表 淘气的声音 让人毫无防备的一脚踏入游戏的世界 不过千万别这么单纯啦 提摩的技能可都是很阴险的喔 每当你认为你可以杀死提摩 你就会踩到毒蘑菇 每当你要偷袭敌人 你就会踩到毒蘑菇 每当你要逃跑 你还是会踩到毒蘑菇 所以提摩必须死 第四名的EaserRare是一个探险家 在一次探索沙漠金字塔的探险中 他发现了一个有着无尽能量的护身符 这护身符能够让佩戴者控制 并且具现化他的魔法能量 只是他却有个小小缺点 就是他会和召唤师的魔法互相共鸣 所以EaserRare常常在无预警的状况下 被抓到联盟中当成英雄来战斗 和其他英雄相比EaserRare 算是一个比较不好上手的角色 所有技能中 就包含了三个指向性的招式 要是打空的话 就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一旦熟练之后 EaserRare的瞬间伤害可是相当可怕的 可以在敌人还来不及反应之前 就先对他们造成大量的伤害 总之练习EaserRare的投资报仇率 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到底是哪些英雄熔灯我们的前三名宝座呢 首先获得几军的就是亚利斯塔 整个部落被诺克塔斯军摧毁 被迫成为竞技场斗士的他 在获救之后加入了英雄联盟 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帮助他的女服艾莉雅 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美女与野兽的feel呢 亚利斯塔的能力就跟他的外表一样非常的暴力 在初期的战斗 就没有多少人能够抵挡他W加Q 野蛮冲撞加大地粉碎等连续技 不过就像他温柔的内在一样 亚利斯塔还能够帮队友做少许的回复 虽然他是偏向辅助的角色 不过到了战斗后期 亚利斯塔也可以成为一个相当具有威胁性的坦克喔 亚军易大师是古老流传的武术无极之道的传承守护者 不过他的村庄却在毫无防备之下 成了炼金术士辛吉德的实验对象 因此遭受毁灭 为了复仇易大师带着他的怒火不断经济无极之道 并且加入英雄联盟阻止诺克萨斯的侵略 价钱便宜的易大师是许多新进玩家爱用的角色 在开了大绝招之后超高的攻速和跑速 可以在一瞬间破坏掉敌人的防御塔 除此之外他的武器配法也很多样化 不管是物理还是魔法攻击都可以让玩家自由发挥 利用大绝招一次打倒三名以上的敌人也是很常见的哦 有真的活跃的表现获得第二名当然是当之无愧啦 你猜对了吗 获得冠军的就是我们的大美女艾希啦 身为游戏最早登场的元老及英雄 她的人气啊始终是居高不下 身为传说中的三姐妹之一阿瓦罗叉的后代 高超的剑术让艾希弃成了冰霜射手这个荣耀的称号 尽管传说三姐妹其余两人的后代并不认同她的成就 但艾希依然不断的累积她在英雄联盟中的攻击和影响力 很多新雄玩家可能都是选择艾希作为自己进入英雄联盟世界中的第一个角色 但是大家很快的会发现许多英雄都能够轻易的压制她 不过只要有高超的走位技巧和判断力 就能够发挥超群的战力 易学南京的艾希可是很多职业选手也爱用的角色喔 像这样不管新手老手都对她投以关注的眼光 也难怪她可以坐上这一次的冠军宝座喔 上个礼拜的电玩大调查 25年来众多的Final Fantasy系列作品中 你最喜欢的角色是谁 FF8的史克尔和FF13的雷光 获得相同的票数 洗手登上这一次的冠军宝座 不过包括了FF7的克劳德和FF10的Yona 还有其他众多角色也都非常受到玩家的喜爱 由此可见不管是哪一代FF系列剧情总是能够感动许多人的心 这个礼拜要来问问大家 英雄联盟的上百位英雄中 玩家最喜欢的角色是谁呢 是绝尾妖狐阿里 商之木乃伊阿姆姆 茫眼五色李星 还是其他的英雄呢 赶快到节目讨论版中和大家一起讨论吧 一年一度的东京电玩展就要登场囉 下个礼拜的电玩风将为大家带来TGS的整理报导 玩家们千万不要错过咯 要是你喜欢我们介绍的内容 请记得在YouTube中订阅我们的节目频道 或是加入巴哈姆特的Facebook粉丝团 这样就不会措施每个礼拜的精彩节目 也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最热腾腾的游戏新作介绍咯 巴哈姆特电玩风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咯 Bye